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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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团结的事 这也是教练能压住人的一个好处 受伤之后 对于广东队二号位这个位置的进攻和拦网还是影响很大的 当然也同样让人期待 因为之前里要打过接应 陈佩妍作为年轻队员 也广受球迷关注 不知道方言之导会派谁来打这个位置 不过从队员两三的角度 坦达拉应该不会这么快到球场上的 而且作为巴西队的主力接应 第一得分手 舆论的压力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快回到球场上的 所以 这场球广东队会派谁来打这个位置也是让人期待 相比较广东队的头痛问题 上海队的阵容就比较规整了 但是刚刚也说了 因为米洋没有在上海队的阵容里 而这个赛季上海队主打的二船是变宇倩 替补二船是季晓晨 这两个二船的能力我们经常看比赛的球迷也都知道 变宇倩可能稍微好一点 季晓晨的传球就不那么稳定了 但是如果没有米洋的组织 上海队还是缺少了很多可能性 不过 现在好在变宇倩这点还算是比较稳定 两边的球给张艺禅和莫菲的球还算是比较实 所以 上海队第一阶段打的比赛也是比较轻松 而且莫菲也比较像中国的接应 在快速进攻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由 其今年看上海队的比赛理念 莫菲还融入了三号位的战术跑动 这是他在美国队部经常打的 另外 两个主攻张艺禅和杨洁 还是有一定的一船保障能力的 杨洁在进攻上可能偏软一点 张艺禅在进攻上线路可能单一一些 但是进攻的成功率还算是不错 这两个主攻 在国内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主攻 另外 接应位置张磊作为一个老将还在坚持 而且他和莫菲这个点不是一个特点的接应 作为传统的跑动接应 张磊现在也是独树一致 而且现在张磊的拿分能力还不弱 所以说 如果二船这个位置上海队 还能再有一个人能二块三的话 上海队的比赛还会更好大一些 但是现在替补二船的能力上还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上海队可能二坏三的效果 并不一定比手法好 这场比赛如果从双方胜负再说的话 我个人感觉上海队获胜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当然不排除广东队取胜的可能性 不过如果从目前实力来说 上海队要更占优势一点 广东队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几年前的北汽女排 虽然很大手笔的引进了玩员和教练 但是并不一定是那么实用 像第一阶段坦达拉塞的时候 整个进攻上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 其实还是一个配合和磨合的问题 坦达拉在巴西对打的时候 二船给他的球都是加了速度和力量的 他如果真的按照又慢又高的球来打的话 并不是那么有突破力 但是排球就是一个很讲究配合的项目 如果你二船能加上力量和速度给攻守创造出更好的机会的话 内攻守也是可以有很好的下球率的 不过从广东队来看 主攻张鼠南在进攻上爆发力还是很不错的 弹跳也不错 去年他一直是打力量的替补 今年慢慢的开始占据一个首发的席位 从发挥上来说这个队员还是心挺大的 进攻上也是能扣就补掉 也是一个年轻队员该有的心态 可能很多球迷就觉得如果不好打就处理过去再来 其实这个处理也是有讲究的 如果处理的好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机会 但是处理的很一般 那就是给对方送防反 所以说这个在处理球上的能力 也是一个年轻队员能否变成成熟队员的考验 这场球对于球迷们来说应该会有比较期待的地方 当然对于结果来说也并不是那么难猜了 两支队伍虽说在纸面实力有一笔 但是真要真刀真香的打的话 多年配合的默契和感融合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场球来说 上海盾还是要战友 感谢观看 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